许可妮和作曲 孟姆 gifted 在这么精彩的讲座开始前 请容许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身美术馆以及今天的讲者 杨春堂先生 我们一身美术馆在2015年5月正式开幕 作为一间非牟利的文化美术馆 我們一直自力跟不同的藏家以及藝術家合作 去舉辦展覽 希望推動香港文化和藝術的發展 我們在10月也原本結束了我們的首展 《一生八年一途居藏20世紀中國繪畫》 我們第二個展覽《一生異仗,當代香港名家遊畫》 也在2015年11月正式開幕 為了配合這次的展覽 我們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我們的館長楊春堂先生 他從事博物館工作超過40年 曾經也服務過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大學博物館 也在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文物 以及博物館學的課程 楊先生從2013年起 開始擔任一身美術館的總監 負責籌辦美術館的開幕 以及展覽、拆展的工作 在正義講座開始之前 請大家可以確保關掉所有響鬧裝置 令到我們的講座可以順利進行 現在事不宜遲有請我們楊先生 多謝Mandy 多謝各位今天來聽我說 以往的五堂都下大雨 那今天也有一點點雨 對於我一個很大的考驗 也多謝各位 我工作上需要 因為扮了一個新展覽 希望有一些新的講座 硬著頭皮繼續做五個講座 第一個講座 希望跟這個展覽帶一些熱身的作用 所以我就嘗試講一個題目 油畫 我本身完全未畫過油畫 這次我也很膽大 因為有一些真是很出色的油畫家 是來了聽我說的 我只要可以做一件事 我講一些他們很少聽的東西 如果他們經常聽的時候 我會很害怕 我通常喜歡講歷史 由歷史開始 我們香港開埠 大家都說是1840年之後 鴉片戰爭 但是在這個南中國海 二、三千年前已經有活動 我們看漢朝的文物 廣州的武藏 在漢代的武藏 已經出到很豐富的陶戲 那些陶戲上面 有陶絨 即是用陶做的人物 那些陶絨的外形 就是深目高鼻 完全不是我們漢族人的面孔 我們很驚訝 因為二千年前的廣州 在我們心目中 是一個比較文化落效的地方 開發比較遲的 那竟然間 漢人的武藏裏面 是出土一些 不是漢人面孔的陶絨 那他們不是憑空想像的 而這些陶絨 是什麼情形呢 它是托著油燈的 那就是說這些陶絨是什麼 是當時的陶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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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 那這些家務助理 從哪裡來的呢 那最近在哪裡呢 就是東南亞 是吧 那就是說二千年前 在這個南中國海 已經有海上交通 幾頻密 竟然間廣州的有錢人 可以請 我大致講 當時可能來自菲律賓的 的家務助理 那我不是種族其事 這個是歷史 二千年前已經在做這件事 我們也聽過香港有個 很出名的傳說 就是屯門 很多船經過屯門 入廣州 尤其是在唐代 達摩祖師 都來過屯門 你知道少林派的祖師達摩 原來他曾經做過短暫的香港人 經過屯門 在唐代 我們歷史的記載 關於香港的地方 很貧乎 只有屯門 屯門是一個補給站 因為遠洋的船 必定要拿探水 要補充食物 在唐代 在唐代 經過船經過屯門 他們的目的地 就是南中國最大的城市 在哪裡 就是廣州 我們讀唐代 歷史的時候 發現廣州有一區 叫做蕃方 蕃人的蕃 蕃方 即是顧名思義 就是愛國人住的地方 這個蕃 我們現在看 俗語所謂蕃人蕃外人 其實這個不是西方人 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即是唐代的廣州政府 撥出一個區 就是這些外面來的阿拉伯人 集中在住那裡 集中阿拉伯人住的區 就是告訴我們 當時的阿拉伯人是數目不少 不是寥寥幾個 這叫做蕃方 從唐代一路開始 我們南中國海 除了有我們的中國船 我們所見的船是甚麼 阿拉伯人的船 即是由印度洋 東南亞入南中國海 經屯門入廣州 外國人 來我們中國就是阿拉伯人 我們看回中國的歷史 我們和外面世界的往環 唐代之前 我們是陸路交通 西北的絲綢之路 西北的絲綢之路 西北絲綢之路 來的外國人 主要是亞洲 中亞洲 印度 西亞洲的人 經現在的西北 入我們中國 我們在西北的絲綢之路 在藝術方面 我們看到西方的影響 敦煌 一個寶庫 不需要我哥哥說 到唐代的時候 廣州出現番方 即是在唐代的版圖裏面 廣州其實都是一個中國的大城市 不只是當時的長安落的 但原來南方還有一個廣州 因此唐代亡的時候 廣州的地方出現了五代十國 其中有一個南漢 廣州 即是我們廣東的地方 已經開發了 已經有不少外國人來我們中國 可以再推上一點 就是說佛教 印度佛教傳入我們中國 很多人認為 就是西北的絲綢之路 其實我們在江南一帶 在三角的時候 魏屬吾三角的時候 我們在當時的吾的地方 即是現在的江南 江蘇浙江一帶 我們找到三角 即是吾角的墓葬 墓葬裡面找到骨灰的硬 那你想想 什麼人才火化去埋葬骨灰 只有佛教徒 我們傳統中國人的葬法是土葬 是保存遺體的 那你想想 2000年前 在中國的南部 即是我們的江南 已經有佛教徒的遺跡 他們怎麼來呢 他們當然受哪裏影響 是受由海路來中國的佛教徒所影響 不是說在西北絲綢之路那班佛教大師 所以佛教傳入我們中國 基本上有三條路線 一條路線就是西北的絲綢之路 第二條路線就是西藏那裏 即是中國西南邊 亦都在綠綠 喜馬拉雅山南邊入 第三條路線就是海路 就是經我們南中國的沿海 去到吾 即是當現在的上海一帶 那麼我們看到 中國南方的海路 其實不是說沒有事發生 是有交通網路 不斷有外國人入我們 入到中國 那麼在唐代 西北的交通發達 南邊的海路交通發達 但是可惜到宋代的時候 我們中國的對外交通 就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西北的絲綢之路斷了 因為有西夏 其他人阻擋了我們宋朝的這個帝國的發展 於是我們宋國的中國人 就向外發展至於什麼 至於下海 去南中國 那由宋元 南中國海 兩個霸王 一個就是中國人 一個仍然是阿拉伯人 到明朝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海軍出現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 七次下西洋 去到非洲的東部 去到非洲的東部 我們不深究一下西洋的目的 但是鄭和率領的艦隊 在這麼短的時間 由中國 遠征到非洲 南中國海 印度洋 去到非洲的東部 都看到我們中國的海軍 和南中國 東南亞一帶 很多當時的小國 都成為我們中國不是殖民地 是進攻 臣服我們明朝的帝國 這個是明代的海軍 最威的時候 也都是 我不敢說現在和將來不比較 但是由清之前 中國最大的海軍 就是明朝這隊鄭和的艦隊 鄭和的艦隊是一個謎 我們目前都不知道鄭和的艦隊是怎樣的 目前福建很多想重現鄭和的旗艦 都是希望蛛絲馬跡 在明代那些書上面的插圖 清朝的插圖裡面 去找回它的樣貌出來 但是 竟然間整支軍隊 離開中國 遠征到一個這麼遠的地方 在海上走了這麼多時間 而且沿路是打仗的 這支艦隊不得了 應該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艦隊 就沒有發展 你們看到明代的中晚期開始 我們明朝的水師 我們明朝的軍隊 連倭寇都打不贏 日本的海盜都打不贏 就完全是兩回事 一個很大的諷刺 即是告訴我 天意難為 我們中國的海軍 去到明朝發映到最高峰 以為不可一世 於是停步不前 結果 人家進步我們退步 再加上我們的中國海岸線是很長的 是非常難於守敵人的 整條海岸線這麼長 你不可能每一個岸邊都派軍隊 因此倭寇可以乘虛而入 所以明代晚期 倭寇擾亂我們中國的沿岸 但是我們打開當時的世界地圖 阿拉伯人在明代十六世紀 輸了給一支軍隊 輸了給葡萄牙的海軍 葡萄牙是一個早期的韓海高手 達加馬為落過非洲好望國 由歐洲曉過非洲好望國入印度洋 當時的葡萄牙有一個很強的本領 做船做大炮 當時世界上最厲害的火砲 葡萄牙做 所以葡萄人 葡萄牙人的海軍打贏了阿拉伯 因此阿拉伯的海軍 紅霸南中國海印度洋很多年 唐宋元 以至到明朝和鄭和分庭抗禮 但是十六世紀輸了給葡萄牙人 因此阿拉伯人的實力萎縮了 葡萄牙人入主了這一帶 他想做什麼 當時他佔領了現在的馬六格 馬六格當時一直臣服於中國 但是我們的明朝 是保護不到這些小國 於是這些小國 就再對明朝沒有信心 葡萄牙人 就紅霸了整個東南亞 他最有目的就是去哪裡 去中國 去中國做什麼 因為中國當時 在世界上一個美麗的地方 China 現在好像是英文 其實China是印度文 古印度語China 就是說遠處的美麗地方 所以多年前 我們中國人其實 在其他國家人的心目中 我們住在一個好的地方 我們是一個人心目中美麗的民族 人家很嚮往我們這個地方 很希望跟我們中國人有來往 所以葡萄牙人要去中國 結果 他們最近的地方 當然也來到這個難中國 在1557年 萬曆的時候 明的晚期 他們入了澳門 他們佔據了澳門 當時的明朝 澳門是甚麼地方 沒有所謂 我們明朝這麼大的土地 那些是荒郊之地 小地方 沒有所謂 葡萄牙人 是不是這麼厲害 他們來通商 買我們中國的甚麼 葡萄牙人當時來 就希望買我們中國的出色工藝品 和我們中國的土產 物資、茶葉、絲綢等 他們用甚麼去買 用他的大炮 明朝政府向葡萄牙人買大炮 但他想不到 這個安排是飲囊一實 1557年 葡萄牙人就佔據了澳門 大家都知道佔據了多少年 同一個時間 但是葡萄牙人 另一個歐洲的敵人是甚麼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可能不扣葡萄牙人的海軍打 但他一樣 曉過好望角來到中國 他們佔領了一帶甚麼地方 菲律賓 所以葡萄牙人就以馬六甲為基地 西班牙人就以馬尼拉為基地 他們同一個目標 去中國 西班牙人 不是拿他的大炮去買中國的絲綢 西班牙人 用美洲、墨西哥拿回來的白銀 去換我們中國的土產 所以當時明代的末期 政府拿了不少西班牙人的墨西哥白銀 也拿了不少葡萄牙人的火棒 從這一點我們就看到南中國海 由早期阿拉伯的文化 飲入我們南中國 到明代的末期 是甚麼 是歐洲人來我們中國 歐洲人來我們中國 十六世紀 是葡萄牙人 十七世紀 是荷蘭人 曾經入佔了台灣 十八世紀 一直以來一個世界上很大的帝國 大英帝國 十六世紀 葡萄牙人 十七世紀 荷蘭人 十八世紀 英國人 就來我們中國的南中國海 入我們中國 十六世紀 晚期 歐洲人 有一班人 除了這班歐洲的政府 要做生意之外 當時大家都知道 天主教的傳教士來了 他們要傳播他們的天主教信仰 當然最出名的 就是這位李先生 李馬鬥 李馬鬥在萬曆 他不是第一個傳教士來中國 他應該是第二個 我都忘記了教士的名字 你要慢慢看書 李馬鬥來中國 同一條路線 就是我們俗語所謂的豬仔團 都是走這條路的 怎麼進去呢 當然是去廣州 那李馬鬥 就去了哪裡呢 先來廣東 他就去到新回 新回 就建教堂 然後 在廣東 就學了中文 才上北京 當然李馬鬥 這班傳教士 帶來歐洲的文明 對我們中國是很大的影響 這個我不常說了 但是李馬鬥帶了一樣東西 跟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油畫 就是帶了油畫來的 當然是和宗教有關係 是吧 我們中國的信仰佛教 都要靠佛教的造像 道教也要跟隨佛教的藝術影響 本身道教也有很多神像 有神像的雕塑 道教的畫 天主教 自然就是 利馬鬥這班傳教士 我們就帶了很多聲像 天主教 或者後來基督教 他們都有一個 我們認為 我第一說是一個偶像 就是什麼 耶穌 耶穌的形象是怎樣 釘著在十字架 利馬鬥帶著一幅油畫 是寫十字架上面的耶穌 來到我們中國的時候 我們終於看到 哇 釘十字架的外國人 喂 什麼事 你叫我相信他 怎麼相信 教主都自顧不下 釘了十字架 還有跟我們的樣子不同 是另一個樣子 我們一直說這些外國人是什麼 番人 好像還沒開發 所以 利馬鬥也很聰明 馬上收了耶穌像 那他擺了什麼樣子出來 聖母馬利亞 聖母馬利亞 抱著一個 嬰兒 嬰孩 嬰孩就是 耶穌 那就是他告訴中國人 這個才是耶穌 那個嬰兒就是耶穌 然後他變成了十字架 是另一個故事 我們中國人 我們現在看到 馬利亞 寫到她是一個 賢良熟德的婦人 抱著一個 中國形狀的嬰兒 整個馬利亞的樣子 穿著一些袍子 好像我們中國人 心儀的觀世音菩薩 馬利亞的樣子 不像外國人的樣子 抱著的嬰兒 十足的中國的嬰兒 我們中國人 一看到 哎呀 啊 很舒服 那 不知道的故事 就以為她是誰 觀世音菩薩 因此佛教徒 什麼人 都看到馬利亞抱著的嬰兒 就跪她 那為什麼跪她 希望馬利亞送兒子給她 觀音送子 因此利馬鬥贏了 那我們再看看 他們帶這幅畫 跟我們中國人畫的畫不同 有陰影 臉上有陰影 她用的顏料 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國畫材料 即是我們現在看它 整幅畫是立體 跟我們畫傳統的中國人物畫 是兩回事 這個就是 中國人首先見到油畫 那這一批油畫是聖像 是一個宗教的傳播 那我們 在 新美博物館的藏品裏面 就找到一對的美人畫 畫在木板上面 是兩個西方婦女的形貌 但是她用油畫畫出來 油彩畫出來 臉上有陰影 但是整個樣子 就是外國人的樣子 根據記載 這個木美人的畫 是一對的畫 是當時擺在哪裏 天后廟 天后廟是拜天后的 你看看這幫神父多厲害 她不是擺在教堂 她擺在我們中國人心儀的天后廟 而木美人做了什麼 做了天后廟的門神 一對的門神擺在那裏 釘在門那裏 這個明代末期 而現在去到新惠博物館找到 當時是天后廟 到了新中國的時候 就在天后廟拿回來 進入了新惠博物館 木美人是一個很難得的歷史文物 是證明了明代晚期 全教士來廣東的遺跡 亦都證明了我們中國人 第一次見油畫 那利馬道是否是畫家 是甚麼來的 我們現在很多學者在這裏研究 利馬道帶了西方的油畫 帶了一個聖像 但他本身有沒有將西方的畫法傳入中國 是一個大問號 有些人認為利馬道是一個全能的學者 他帶了很多西方的古靈精怪的器物 叫奇器 奇怪的奇 望遠鏡等等 很多人來了我們中國 相信他應該會畫畫 但是我們就看了 明代晚期 雖然我們中國人見到油畫 但是油畫的題材 限於天主教的聖像 而他們的存在在中國 只可以依附了我們中國的民間信仰 天后信仰 觀音的信仰 我不能夠說利馬道失敗 但是利馬道帶來的油畫 似乎在明代的晚期 十六世紀 在我們中國 辣不到根 影響比較小 好了 明代忙了之後 中國一段生靈塗炭 社會不穩定 去到清朝 清朝康熙 整個國家比較安寧 因此 全教士 歐洲全教士 檢討重畫 那這班全教士 裏面有些真的懂得畫畫 有些可能不是全教士 但由全教士帶來歐洲畫家來中國 為甚麼 因為利馬道之後 中國的廣東 以至到北京首都 已經有甚麼 有教堂 所以歐洲的全教士 就要帶一班真的職業畫家來中國 做甚麼 畫 迫畫 畫聖像 那當然 如果全教士本身都是一個職業畫家 就省下很多累費 就是兩重身份 這一班人來到中國 當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畫聖像 但是因為是一個太平的時代 中國政府 即當時的清政府 就有心情去看看他們的畫 看看這些油畫 那這一批歐洲的畫家 就將油畫一種演繹的方法 當時叫做太西法 太就是遠古的 很遠 很遠的地方 很遠的西方 帶來一種 畫畫的方法 這種方法 不是這麼深的 一講出來大家都知道 就是 透視法 光影 這個完全跟我們中國傳統是兩回事 這個透視法 我們現在大家知道有什麼回事 我們現在一般畫畫 通常一定要帶出一個透視 但我曾經一路介紹中國傳統的國畫 山水又什麼都好 其實透視和現實的透視是兩回事 中國人不寫光影 因為中國人 光就是陽 影就是陰 中國人畫畫 只寫陽畫 不寫陰 陰是畢吉利 所以歷來的中國畫 花、鳥、人、物、山、水 什麼都好 只寫陽 但西洋畫 陰陽也寫 陰陽也寫 所以於是便有光影 但中國人是單方面寫的 到康熙 一班傳教士進來 其中 我不講那麼多畫家的名字 你慢慢看書 不過有一個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意大利一個很出色的傳教士畫家 朗世靈 這個就是當時的傳教士兼職業畫家來到中國 由中國的皇帝請了他入京 做了職業的畫家 即是北京的畫院的畫士 不只是朗世靈 還有幾個人 一班人 就開始認識西洋畫 就是這個太西法 我們就看了 這個太西法 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 來了北京 而當時皇帝認識太西法 當時的畫院裏面的中國畫家 也都學了太西法 但是他們寫不寫太西法 是另一回事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 朗世靈這一班畫家 入到北京 有沒有畫到油畫 好像不見他們有油畫 但油畫 確確實實表現了典型的太西法 我們要做一個比較 中國人不喜歡西洋畫的光影 因為中國人認為 是東西自由洋畫的一面 我們是不寫陰的一面 中國人寫畫 所用的角度 散點透視 散點透視 因為拍照有一個焦點 但中國人畫畫 是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不同的照片 因此一幅山水畫 然後 完全沒有告訴我們 焦點放在哪裏 這一點和這一點 在畫紙上面 是同一個距離 因此我們中國的山水畫 我介紹過 就是有 高遠 平遠 深遠 三種透視法 尤其是高遠 最常見 因為我們中國人 看著景物 就由一個低處 望向高處 所以 這一點就是低處 這一點就是高處 但是 沒有透視感 沒有現實的透視感 但如果我們知道 中國人這個三軟法 就知道 我們不是不告訴你們 哪裏是近哪裏是遠 不過我們不認識 這就是散點透視法 哪幅人物畫 公仔在這裏 公仔在這裏 另外公仔又在這裏 人物在這裏 一幅畫裏面 好像一幅連環圖 是沒有一個焦點 這是散點透視法 是分散的 但是太西法 就不同了 他就每畫一幅畫 一定有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 在我們古人來說 就不是叫焦點 一條線 那就是說 你現在看著這間屋 焦點就是這個人 於是我們做觀眾 就是視線全部去了這裏 全部去了那裏 這就是善法 我們中國人 就沒有一條線 集中在什麼 一個形象 我們中國人 寫山水 即是寫風景 紫尺千里 一張紙寫完整個長江 整個黃河 就好像一幅地圖那樣 那你說地圖有沒有焦點 你打一個世界地圖 當然我香港人 當然看香港在哪裡 是吧 但是整幅地圖 不要告訴他 這個香港才是焦點 沒有 但是我們中國人就是說 我們寫山水 在心裏面 就是那個大字的偉大 是沒有焦點的 紫尺千里 但是西方人太西法寫風景 在窗門看出去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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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以是紫尺千里 紫尺一百公尺而已 等於一個畫框 你一看出去的時候 那個景是這麼多 就這麼多 而且在窗門看出去 你看到 郵輪碼頭就看到郵朗碼頭 就不可以在這張畫紙裡面 寫在哪裡呢 寫在南丫島 根本這個地方 看不到南丫島 看不到國際機場 但是我們中國古人是畫上去的 這件事就是西方人 是焦點的透視 用線法 中國人是散點的透視 西方人 是要寫實景 中國人是寫虛景 我們只可以說它是寫哲學 這個虛在心裡面的景 西方人寫見到的景 一虛一實 是兩種哲學 西方人寫實景 在我們目前來說是科學的 中國人寫虛景 我們只可以說它是寫哲學 是表達它的感情 因此 在乾隆 雍正 雖然是滿洲皇帝 但是它受我們傳統的漢文化影響 畫畫方面 它當然 喜歡我們 一直以來所寫的 中國山水 中國國畫材料 但是它看到 朗世寧這一批人所畫的畫 畫了陰影出來 即是人物的陰影 於是 於是 就會問一問那些大神 嘩 你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的樣子就是照鏡 照鏡是叫得不清楚 我們中人畫自己的樣子出來 你看看 通緝什麼殺人犯 很像我畫卡通一樣 畫一個人的樣子 像一個男人 就可以了 那就多這兩粒 但是 當西方人朗世寧 用油彩畫了一幅 逼真的肖像畫 中國皇帝和中國士大夫一見到 哎呀 這是楊春堂 我楊春堂一見 哎呀 為什麼我的樣子在布上 那裏 哇 這班畫家是什麼 是妖怪 他竟然間 把我的樣子 搬了出來 把靈魂出竅了 當你們走過尼敦道 看到一個人和你一模一模樣 你害不害怕 哎呀一模一樣 不害怕 那你走回去三四八年前 你看到一張畫和自己一模一樣 很害怕 很害怕 原來 一看清楚一摸一下 咦 是一張畫 是一塊布 於是士大夫就說 咦 這個景 都不是實景 是什麼 好似我們中國人所謂 騙我們 在水裏面見到的月光很靚 但你看不到 鏡中的花很靚 但不是真實 那 眨眼看過去 是逼真 但其實 都不是真的 就是這個 我們中國人最討厭這件事 騙我們 是壞鬼書想騙女仔 這件事是不道德的 不對的 還有 你寫陰影 一邊白一邊黑 那 那 雍正 其龍皇帝 一看到 你畫我的樣子 為何有個鼻子 黑黑黑的 骯髒了 是嗎 那我不是他骯髒了 因為有影的地方 是暗 我們中國人最忌暗 暗是陰 陰有病 筆吉祥 你寫我皇帝的鼻子 一白一刻 不吉祥 還有 寫出來以為鼻子這邊 骯髒了 還有 畫油畫 油畫大師知道 很多時候 以前的傳統油畫 喜歡用什麼 黑色的油材 尤其是聖像畫 很神秘的 用很大塊的 黑色的油材 黑色 我們中國人的觀念有兩種 一種 代表水 沒有問題 黑就代表水色 但是你說黑暗的黑 就不行了 代表什麼 真是黑暗 黑暗是不吉祥 所以中國人 沒有問題 你說 有光影 我們用墨就有光影 墨的濃淡 深淺 可以表達到那個光影出來 所以中國人 你說我們不懂畫畫 我們用墨 可以用五種顏色 紅黃藍白黑 樹葉都是用墨寫出來 但是你知道那棵是樹葉的 或者老虎也是用墨畫寫出來 你喜歡的老虎是黃色的 是不是 還有一幅畫會流白 流白的位置是天空 天空是什麼顏色 藍色的 所以流白也是藍色的 如果加上流白 因此墨可以有六種顏色 你說我們中國人多偉大 只是用墨就已經搞定了 交代在一起 你用西方的油彩畫得這麼黑 暗沉沉 又弄得外表髒骯髒 不行 因此 皇帝就表達了心色 還有一件事 我們看一張中國畫 不反光 你去畫油畫 表面是什麼 反光 因為油彩是亮面 是閃光 我們今時今日 用科學的分析 現在我們放了很多油畫 但油畫有個很好的地方是什麼 油畫 當然是用顏料混一個阿麻子油 或者英叔油 這個我看書 不要跟我搏 我看書 就混出來 用油混顏料 就變成油彩 這種油彩可以混到很多種顏色 還有它很耐擺 很堅固 所以擺幾百年都不會掉 這是油彩的長處 所以歐洲人 其實這個油彩應該都是十四十五世紀出現 所以一直以來歐洲人 如果想那幅畫留得久 一定是畫油畫 但我們中國人一看到這種油畫的材料 跟我們國畫的材料 是完全兩回事的 立立亮的 即是等於畫人的額頭亮 不行 所以乾隆皇帝 就出了主意 我不喜歡這幅畫是閃光 我不喜歡這幅畫是黑彩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骯髒 有影 不准朗世寧畫 所以朗世寧不能畫 朗世寧於是很抑鬱 寫一封信 然後回到祖家 就說 中國皇帝不讓我畫 為什麼他不讓我畫 因為他這樣 於是怎麼畫呢 朗世寧很聰明 不用油彩 用中國的畫紙 中國的券 中國的畫筆 中國的顏料 寫什麼 寫太西法 焦點透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朗世寧 在故宮見到朗世寧的真跡 不是油彩 他是有油彩 但是很少 絕大部分都是中國的水脈設色 不過他寫的方法 大家看看他就知道 歐洲人畫的 用的色 用的透視 完全歐洲人畫 他說這些外國人 進來做官 已經對你很好 又讓你傳教 又讓你官樂 但是我是中國天子 我最大的 在我天子之下 任何人都是奴才 朗世寧都是奴才 一定要聽我說 所以你歐洲講到幾巴弊的 什麼方法 什麼科學都好 來到我們皇帝畫 我要你這樣畫 但是你那個太西法 都挺新鮮的 好了 乾隆皇帝下命令 捉住楊宗囊出來 你學國畫的 朗世寧你學西畫的 跟我一起畫一張畫 這張畫 當時叫合筆畫 即是合作畫 一起寫一張畫 於是兩位奴才 包括我座內 就戰戰兢兢 死定了 死定了 怎麼寫呢 是吧 如果寫了這張畫 乾隆皇帝不喜歡 就糟了 因此我學傳統國畫 我寫了這張畫 我就寫了一張散點透視法 那朗世來 見到這張畫 他就說 不要了 不要這樣寫了 假的 你已經觀察了 否則還死定了 令你近一段早知道 是否只能不知 是否只能不知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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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生態 這張圖 你也能看到 你划算了 你也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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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散點透視法是平面的 看了一張畫 咦 楊春堂你寫散點 朗世寧寫焦點 中西合璧 這個就是合筆畫 因此這個是線索 如果閣下看到一幅畫是這樣的樣子 就一定不是明朝的 最早都是乾隆 乾隆附近 好似我楊某人就學了這套就中西合璧 這一種方法就完全是西方 如果愛寫松樹就這樣而已 平面的 樹葉這樣 但朗世寧說這樣 我們西方就見到樹葉 就好像高處望下去那樣 所以花鳥和動物一樣 我們不是一個平面去看它 朗世寧他西方人的畫法 就是站在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實景 是完全合和緝 但是我們中國人不理這件事 因為這個實景不重要 偏偏就是在康翁前 因為西方的畫家帶來了油畫 而我們中國人怎樣去接受油畫 他們不是全盤接受它 他們到了那個時代 是不接受西方的油彩 他們只是嘗試 去用西方的透視法 在這個層面上面 一直以來 西方人寫畫 是寫他所見到的東西 見到你有陰影就寫陰影 見到這間屋 由近到遠 即是由大到小 就寫了 是吧 但我們中國人說 這間屋 我一向是這麼大的 是吧 怎會由大到小 你是四百尺就四百尺 你不會門口四百 騎樓就剩下二十 這個是錯的 那你個人穿紅色衫就是紅色衫 為什麼 好像西方人說 哎呀 紅色衫旁邊有些加了深紅色的 是有影的 這個不適合顏色 是不是 又好像似是如非 我們中國人看的東西 你說我不是科學嗎 那件物件的大小是固定了 物件的顏色是固定了 為什麼你畫出來是不同了樣 不同了大小 這個呢 就是中國人寫畫 是寫什麼 寫他所知道的東西 我知道這個人五尺七寸就寫五尺七寸 但是如果這個五尺七寸的人擺了他很遠的時候 他就不是五尺七而是四尺七 但是我們中國人不是的 無論你站在這裏五尺七去到那裏都是五尺七 都是這樣寫的了 各有各道理 所以 西方是寫所見 中國人是寫所知 這個是兩種哲學 而這種哲學 就是 由畫帶來 是這個基礎 但是我們中國人呢 是不太接受這件事 那當然遲些我會講 潮象畫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到後期要受這個 西方的潮象畫法所影響 但是中國人一路以來就是寫所知 所以我們中國人畫人物 畫花鳥 甚至 你畫山水也好 都有一條輪廓線 但是西方他用油彩是抹骨的 是沒有一條outline沒有一個輪廓線 那這個就是現實的 這個是實境 是吧 一棵樹葉沒有一條線在那裏 但是我們中國人不是 我們中國人有條線給他 所以 在表達手法方面已經有不同 但是自從油畫進來之後 在清後期已經 抹骨法流行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中國人 就慢慢由清康庸權 開始接受那個透視法 而亦都轉嫁到去花鳥畫上面的抹骨法 一路一路來 到晚清的時候 就是我遲些所說的潮象畫 就差不多接受了西方那個 江營 所以朗世寧這一班歐洲的教士 因爲是中國皇帝的奴才 所以他不能夠將油畫在中國 殿留一個基礎 但是我們今時今日 看回我們中國皇帝這個處理方法 其實是小器 其實當時的中國皇帝 是不是這麼願意接受西方的文化 仍然有大中國的主義 他們心目中 無論你什麼人都好 在我中國天子腳下都是奴才 你一定要聽我做我喜歡的東西 可惜 乾隆、雍正有這個想法 就令到當時西方 油畫 以及其他西方的文化藝術 沒有辦法在中國 推行全國 這個是我們講中國油畫史上面 是一個歷史 從這一點我們看到 明末利馬鬥開始帶西方的油畫入中國 到清初康庸期 油畫只可以見於北京的首都 而寧山地見到其他地方的教堂 但是不是中國藝術的主流 亦都對中國的畫家影響不是很大 當然剛才說過 有部分的畫家 是受了這個太西化影響 開始寫這個透視 這個是清朝畫的一個特色 第三個階段 就是英國人 英國人紅霸全世界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英國人不只是通商 英國人要來中國 要拿地方 那油畫 那油畫 就變成另一個局面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階段 這個第三個階段 就是清代十九世紀開始 第一次 葡萄牙人1557年 去了澳門 英國人 來南中國 他一樣要入廣東 但當然他又不想和葡萄牙人 一起去澳門 要拜葡萄牙人為地主 他不想 於是就逼清朝的政府 在1757年 200年後 開放廣州 所以1757年 廣州成為全中國 第一個 和西方貿易的港口 的城市 那很多外國人 就大無私養去廣州 那去廣州 在唐朝的時候 阿拉伯人有番方 中國政府在廣州 就成立十三行 十三行 就是 中國人當做經紀 然後他懂英文 他就幫外國的商人 穿針人線 就把外國的貨物 拿到中國 亦都交換了中國的貨物 去外國 那這個是十三行 那你去廣州 有十三行的位置 因此外國人 就在十三行 那十三行附近 就出現了一個新興的行業 因為很多外國人 來了十三行 於是我楊某人 就擺個檔攤在這裡 畫畫 畫些禮品 給西人 賣給西人 畫畫畫 那就畫什麼好呢 那就畫 廣州蜂蜜 就是等於我小時候 你們太年輕了 我小時候 香港到處都見 有人畫郵畫 寫帆船 每個磨雅外面 觀塘都沒有一隻帆船 只有旅遊協會的標誌是帆船 我看來看來是帆船 原來這個帆船畫 十九世紀已經有 就是我們中國人畫了百多年 都是畫一隻帆船 那我畫畫一隻帆船 那我蹲在這裡 都是畫帆船 那因為外國人 他要買喜歡的東西 那外國人做什麼 他喜歡用油彩 那我去 古古怪怪的 找些油彩回來 學人畫油畫 那你要透視 那我又學人畫透視 古古怪怪的 就畫了一張中國人畫的油畫 就賣給西方的旅客 就成為他們的禮品 那這班人 就怎樣學油畫 我剛才說過 其實不可能無私自通 於是有班人 就是跟一些來了廣州的外國的畫家 學畫 當然有本錢那些 就可能離開了中國 去到東南洋 東南亞 但就跟 譬如印度 跟那邊的歐洲畫家學西畫 還有 那我本身 中國人畫得厲害 我收徒弟了 那這些徒弟又跟我學 於是由十九世紀 一百年其實再早些都有 就在廣州的地方 出現了一批職業的畫家 這批職業畫家是專畫 不是一定是畫油畫 是多了一個名詞 叫做洋畫 這個洋就是西洋畫的意思 在這個時候 油彩 中國人要用了 中國人在西方畫家學了水彩 油彩就用油去混合顏色 水彩就用水去混合顏色 我認識這麼多 我認識這麼多 第三個水粉彩 Gouache 應該是一個 不是英文 水粉彩就用粉去混合顏色 很容易理解 那你問怎麼搞呢 你問畫家看你怎麼畫 那水粉彩呢 現在不流行的了 油彩一直有 水彩一直有 但是呢 油彩很有質感 水彩淡雅很透 層次不同 水粉彩就是油彩和水彩之間的東西 之間的東西 這個材料就是洋畫 當然油彩很多時候畫在飯布上面 水粉彩就在紙 水彩也在紙 當然當時呢 是多了一種材料 就是玻璃 有玻璃畫 就畫在玻璃上面 真的有一塊玻璃上面 就用油彩畫上去 這個是西洋的藝術 在廣州也 在香港也 因為香港已經 變成英國殖民地 在十九世紀 中國人畫洋畫就是廣州一帶 包括了香港 澳門這班人 變成職業畫家 但這班職業畫家 為什麼呢 當時呢 那些西人呢 就叫他們做什麼呢 刮 刮 QUA 刮 當時呢 在中廣州最出名 畫這些外銷畫 就是其實是洋畫 最出名的一個瓜呢 叫臨瓜 那你看英文書呢 Lam Qua 他弟弟呢 叫做Ting Qua 就是定瓜瓜 那我們拋頭 怎麼叫做瓜呢 是Qua 為什麼呢 真的 每個人畫這些外銷畫都叫做Qua 就是如果我走回十九世紀 我就叫做Tong Qua 是官的意思 那呢 就是如果你想哄我開心 楊官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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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何呢 大家都知道 想做官很容易 給一百元就做到 給一百元就捐個官來做 所以很多男人都可以做官 你給一百二百看 你給得多便高級一點 所以捐個官來做 所以官是一個專稱 這是很痛苦的 不是真的考回來的 可以捐回來的 總之男人有錢可以當官 楊官、陳官、丁官、歐陽官 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看《粵語》 《廣東大戲》 李郎你好嗎? 所以稱呼男士你可以稱呼他楊官、楊郎 叫阿郎 偏偏當時外國人的風氣 就稱這班中國的外銷畫家 叫呱 叫官 因為他發音不準 其實我們再研究這個呱 為什麼呢? 是福建音 福建話 是呱 對 所以研究也是對的 就是福建話 為什麼福建話去了廣州? 可能當時歐洲人 接觸那個人是福建 一直叫呱 我們再看林瓜 他其實姓關 那個弟弟叫關聯昌 叫做 完全西人的一個稱呼 對中國人的稱呼 我們當然呢 譬音就這樣譬 還有呢 關橋昌、臨瓜 他在簽名上都是寫自己的名字 他喜歡寫中文就寫臨瓜 他就不會寫自己是關橋昌 我們後來很辛苦才找到他叫關橋昌 他弟弟叫關聯昌 就是很辛苦才找到他 還有在他們那些畫室裏面 偶然看到他的店鋪招牌 哎呀 有關聯昌這個字 然後他是聽垮 就是這樣去找出來 你看到了 就是到了十九世紀廣州 就出現了真是受西洋畫影響的中國藝術 是中國人畫 是貼實實是用西洋的材料 西洋的畫法去寫出來的 到了十九世紀 將西洋畫 最後一個發展 西洋畫有三個基礎 中国人接触了这两个阶段 到了19世纪 就是西洋话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学西洋话 我们读书都是写什么 still life 静默 对着花瓶去画 是吧?写风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聪明就写超像 是吧? 所以因此去到19世纪 丁瓜丁瓜 就已经接受了西方这种思维 我们中国人画画 风景是山水 超像就是后来写真 是吧?静默 临毛而已 很少对着花瓶去画 是吧? 因此就是到这个阶段 就是说 19世纪 广州的画家 就全盘接受了这种西方的基础 去画画 由利马斗传入尤华 到19世纪 利马斗是16世纪后期 都经过了整三百年 尤华才立足于中国 而它立足于民间 这个重要的 不是在京师 康庸庁不接受油画 而是广州是民间的画师 去学这个油画 我们再看一看 19世纪的资料 上海 其实后过广州开放 即是开放给西方 在明朝的末年 晚期 中国出现了一个丞相 徐江启 如果读中国历史都知道了 徐江启受传教士的影响 是一个很西化的中国的书生 做了丞相 徐江启 他的梦葬葬葬在上海 于是他的族人 亦跟随这个祖先 将他的实力移到上海 在上海哪个地方 这里有没有上海人 上海人很厉害 徐家汇 徐家汇是这样来的 徐家汇这个名字 是来自徐江启 徐家汇 上海的徐家汇 应该是 目前为止 中国最早的教堂 就是徐家汇 即是现存 即是广东 利马逗那些 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徐家汇 中国最早的一间博物馆 又在徐家汇 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间博物馆 是1868年 就是全教士在徐家汇建的 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们香港人第一间博物馆 可惜是1869年 输了一年 不然我们香港人很厉害 即是我们都输了给上海人 所以 则连 香港的第一间博物馆 就是在现在 狮子银行的总行 那个地方 是当时1869年 当时的香港大会堂 香港大会堂里面 有三个西方的文化场所 一个就是博物馆 一个就是图书馆 第三个就是剧院 这是西方的观念 因此我们香港人 其实很幸福 西方的博物馆教育 是1869年已经来到香港 即是当时统治香港的港英政府 即是英国政府 将这个观念移了来 但是中国内地 我们就要靠西方传教士 带到上海 带到随家会 这个就是我们说 中国的博物馆历史 就一定要提这两个年份 所以我们作为香港人 就应该要记住这个年份 1869年 第一代香港大会堂 是第一间香港人的博物馆 亦都是中国人社会的 第二间最早的博物馆 我认识第一代香港大会堂 就在1930年拆了 是给什么 给市资银行 所以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个历史 19世纪 大约 1860年左右 这个大约年份 在随家会这地方里面 在随家会这地方里面 有个区叫土山湾 就有一间孤儿园 这个孤儿园就是教会开的 这个孤儿园就不是只孤儿园那么简单 在孤儿园里面就开了一个画园 这个画园就教授孤儿 如何画宗教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中国游画家去学游画 就是说中国游画家去学游画 正统的地方从哪里来呢 去上海 土山画 但是你要是孤儿 是全教士修养的孤儿 为什么他要培养孤儿 因为他给他一份工去做 而且培养了孤儿的画家去哪里 全中国的教堂去画油画 去画壁画 因此上海土山湾游画院所栽培的 就是宗教的画 也都是说 利马逗一直以来带给中国的圣像 但是广州香港所做的游画 就是超像画 风景画 正统画 正统画 你看到上海和广州南中国 在油画的题材有很大的分别 你也都看到 为什么今时今日 虽然土山湾是中国 油画当然是油画 但是它的影响是这么小 是 而我们今天在画廊 拍卖行所见的 几乎都是来自 广州香港澳门的外销画 甚至少看到土山湾的孤儿作品 但是这个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孤儿园存在有几十年 去到民国 所以上海这个文化很特别 因为它受外来的影响有 在艺术有 广州香港澳门 广州香港澳门 我去过影响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一来 一来中国 就一定经过我们这个大门口 我们看回 广州香港澳门 广州人画这一批画 他们有肖像画 风景画 风景画就是写 很多时候写 就是说一些泛船 十三行 维多利亚港 是吧 是吧 1970年代 我已经进了博物馆了 我静静静静 偷看了博物馆的一批藏品 收到隔板 很有趣 是战争的场面 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场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鸦片战争 是英国海军和清军的对抗 战争的战争 就是两边的战争 英军登陆了广州 打到中国北方 战争场面都画出来 是油画 那我好惊认 因为我第一次见 这些画 就是一个可靠的历史记录 因为当时还没有涉及 是吧 那是当时的人 是凭他 当然凭他的记忆 画了出来 他未必真的看着战争场面 但是他可能 人家复述他画了怎么样 或者看过 写出来 是不少的 就是这些画 那为什么我静静地看到呢 因为这些画 一直以来 不展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展览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鸦片战争 还是第一次中英战争 如果1997年之前 政治上的正确 就不能提鸦片战争 因为这个对英国人来说 是不光彩的战争 是不合理的战争 是吧 所以 如果我们将这一批 游画展览出给公众 我们要交代这个战争的内容 必定要提鸦片 你不提鸦片 没得射 埋没良心 于是呢 又想有良心 那怎样呢 不捨 一收埋就收埋到1997 那这一批呢 就是香港人很珍贵的文化财产 虽然大部分不是中国人画 不是林瓜丁瓜这帮人画 但他真是记录了这场政治的风波 让我清清楚楚看到 当时的英军 其实是印度兵 带队那个当然是英国的将军 但是士兵就是印度人 就是说鸦片战争 第一次中英战争 第二次中英战争 第二次中英战争 就是印度兵打我们的清兵 而是几百个印度兵 打赢我们几十万的清兵 是一败涂地 但是这个是天意 这个是中国人的劫数难途 这个是历史的真正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几百个印度人已经打赢 一直由广州打到北京 打到我们的清兵 个个都要走 北战而退 因为只可以说贪污 几百个印度兵 即使有几百支枪 我们有几十万把关刀 都会打赢它 为什么连打都不打就走 这就是国民教育 没有了一个士气 没有了一个爱国心 一打到来就知道 中国这么大 就给澳门他 给香港他 占领湾仔有什么所谓 我还有油麻地 走 一路走走走到元朗 他打到来 那没办法了 那就入深圳了 这是很痛苦的历史 但是在这一批油画里面 赤裸裸告诉我们中国人 我们曾经做过一场 这么失败的战争 所以我们做博物馆 用英文说有一个interpretation 对展品 要怎样去演绎它 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中英战争 是两个感觉 所以如果这一批画在97年展出 比较一定是第一次中英战争 但是到97年之后 就一定要说出的真相是鸦片战争 英国人犯错 中国人都犯错 这个是世界历史上 一个不光彩的历史刻 所以 这批战争的画 当然不是卖给外国人 不是青花南瓜做社的那些 它是另一个市场卖给英国人 因为这个是英国人的光荣 就是等于 我又看过一套版画 日本人的 画得很漂亮的 日本人所做的版画 《隔五战争》 是写日本的海军 如何打到我们北洋艦队 全部都是青兵 一号走 一败土地 在艺术手法一流 但我们中国人看着这批画 真是流眼泪 所以有床家当年我还在港大 借这批 隔五战争的画 我都不知如何是好 结果我又放在一边 几年后 有些朋友告诉我 杨春堂 你被床家骂到你失魂 这么漂亮的话 你竟然不理他 不摆 不剪出 我听不到 我记得 所以 绘画 是一个历史记录 港口船白的画 看了十三网维多利亚港 游客很喜欢看到民间的生活 所以这批外销画家就写什么 你发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市场买卖 或者有些富贵的小姐扎脚 烧陶瓷 卖茶叶 这些就是市井风情 我们也看到 这批画上写 中国的花鸟动物 这些是回应了静物画的界别 中国的马丹花 年花 中国的山草药 这些都是画出来的 那些外国人来到广州香港 喜欢买的 他买回去 那目前我们经常所见 很多都是船舶 其次是市井风情 花鸟动物相对来说 就是简单很多 就是它这些花鸟动物都不是大型的 那这一批外销画 香港 中国的艺术馆收藏很多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中国外销画的收藏 这是我们香港人的光明 中国大陆也没有 中国大陆 广州广东全部急起直追 想买 太贵了 这批画 就是十九世纪 是被很多外国人买回 拿到欧洲 它拿到欧洲 就等于我们在外国买明信片那类 很随意 如果他们福祉新宁的祖先好 留给他们后代 结果就益了后代 全部发杀 那这一批 当时 人家认为是航货画 这一批青瓜南瓜 是没有地位的人 全部是我们中国人 看不上眼的 我讲的中文人 主力就是士大夫 士大夫看不上眼 士大夫是不喜欢西洋画 就是等于清朝皇帝一样 这个是我们中文人的传统 所以士大夫一见到西洋画 只是惊讶他的逼真 不喜欢就说他古怪 他们赞叹他 但是士大夫没有欣赏他们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士大夫 有几多个离开中国门口 坐船去到外国 没有 我们看书呢 其中有一个士大夫 大家都知道 康有为是广东的才子 是中国晚清的时候的国宝 所以江水皇帝要找这个国宝去维生 可惜他失败 他为什么 江水找他呢 因为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就是康有 这个广东才智 但他失败了 他失败了他逃难 去了哪里 去了欧洲 去了欧洲 他看欧洲的博物馆 康有为去参观罗浮 公参观博物馆 看完之后 就回来写他的邮记 你看到这位康先生 是有他的材料的 在邮记里面 他就说 西方人造艺术 做得很科学 因为他写人物 差点不会写这个字 解剖学 眼睛口鼻 手手脚脚 很合比例 很科学 那些建筑 那些透视 是很分明的 我们中国人 应该要学这一套艺术 这个真真正正 是所见的实境 我们以前中国人 就涂造于 我们心里面的虚境 这件事令到我们中国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西方人 这个写实 这个写实不是百分之百逼真 那么简单 而大家都知道 欧洲文艺复兴 他不是只是解剖 他是将人体 表露他美丽的一面 空友在这个时代 他只可以有一件事 勉强批评他 他一看到欧洲的裸女画 他不懂得说 好像我这样走开了 勉强写出来 就说 好像有些 和道德有些关系 只可以这么说 当然 赤身裸体要写出来 在中国人里面 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是吧 伤风败俗 但欧洲有这一套 所以 中国的士大夫 就只有少数 出门的人 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就是 因此到我们今时今日 去归纳我们中国人画画 尤其是受油画的啟发 就是说 一直糾纏 在光影和透视 这个是最大的关键 中国人的透视 是以山水出发 这个山水 就是天下 一个世界的地图 长江万里 太平洋 大西洋 全部就是一个大的平面 这个就是我们用山水去做透视 西洋画 它的透视以建筑来出发 它们看一间屋 由大到小 由远 又近到远 是吧 又粒又凸 它是用建筑来出发 这个就讲到我们 中西两大 它画画的那种风景 是有很多道理 西方人这个建筑透视 是一个画框 中华人这个山水透视 是无限大一幅捐画一张纸 是两样东西 所以 传统的书生 他接受不了这套建筑的透视 所以我们中华人说 建筑画 建筑画 是比较少的 我们叫做戒画 因为建筑要画线 所以要戒 要分戒 那把尺子去画线 你画线 建筑一定有一个 所谓西洋的建筑透视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中国人在糾纏这些东西 而西方这个建筑透视 在南北朝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中国 你要敦煌已经看到 所以敦煌是一个宝库 但是 我们中国人 只走在敦煌画这些画 就已经集了它 没有进入中国 这个 这个就是中西的不同 如果你追究西方的他画 西方的他画 其实来自希臘 是否这样写 是的 因为希臘一早以来 他的雕塑 他的画 都是很出色的解放 很清清楚楚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 即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他们开始变化 变化 他画一个圣像 画马里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 画椰手铺的BB 是一个很活潑的小孩 这个就是把人美好的一面 摆了出来 已经有一个进步 但是可惜这种西方的画法 来到中国 竟然间要去到十九世纪以后 中国人 还是一小撮的中国人 还是一小撮不受人重视的 航货画家接受了 满清亡了 南中国海 很多船 我们香港都有游轮画头 中国人可以坐船出去 我们再 不需要迷信于 这个紫尺的山水 像康有为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 立体的雕塑 于是在文国的时候 不少中国画家 拿到奖学金 去了巴黎 去学画 徐碧雄 刘海叔 我们中国人 就是由不接受游画 慢慢真的有一批专业的画家 去学了 正正经经学了西洋的画法 带回来我们中国 当然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都要有一段时期 适应 然后将西画 带给他们的学生 带给中国的社会 我们看到游画 欧洲以来 教堂 政府画很多游画 其实游画 就是一个记录画 是一个政治的宣传画 是宗教的宣传画 如果用共产党术语 是统战的话 所以 过往几十年来 我们中国政府 是培养大批游画家 当然有它的政治的目的 自古以来 中国的艺术 都是为政治服务 的 钓刻画画 什么都书法 全部都是为政治服务 我们不可以不面对这个现实 没有了这个政治目的 我们没有了艺术 所以 一直以来 到上一个世纪 我们中国政府 才真真正正正利用了 这个西方的媒体 游画 去为政治服务 为什么 因为游彩 可以 写得很逼真 可以创造无限量的颜色 无限量的色调 可以流传九远 可以四方长方 什么都可以 可以写在环部上面 可以写在纸上 可以写在木板上 所以 这几十年来 游画 就是成为我们中国画家 一个很主要的素材 无可惜 就是香港本身 没有一个政治目的 过往 是吧 画画百花齐放 我们今次 就 摆了 这个一身以像 请了十位游画家 香港游画家 画了这批画 我们希望 中国人 一直将所知的东西画出来 西方人 标榜要写所见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 中国人 不可以将所知和所见 去写出我们自己所想的东西 所想的东西 就是我们安居乐园的美丽的香港 所以 你们看这一批油画 希望你们看到 香港 仍然是一个世内的桃源 仍然有我们以前人 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们希望这些奇迹 不会将来成为永久的追忆 这件事 就是 我拆战这个展览 希望所想得到的东西 也都希望 你们欣赏 十位游画家 的结出的创作 他们的成就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